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男明星出道前后对比惨烈,王一博如同焕然新生。 王一博?王一博在韩国以练习生身份出道。 韩国是整容大国。 艺人出道的时候基本都有小调整。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王一博有没有整容。 出道前的照片中,他的鼻子变化很明显。 以前,他的鼻梁还是老样子。 个子比较高,但鼻根不突出,鼻根凹陷。 鼻尖圆润,嘴巴有点突出。 他现在的鼻子根高,直入眉心,鼻尖微微上扬。 可以说是太精炼了,直接脱胎换骨。 王一博鼻子上的后天变化,也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 只要是无修的高清圆图,或者是一些影视剧,他鼻子上的伤疤都看得一清二楚。 尤其是仰视的角度,可以清楚地看到鼻孔上有明显的结痕。 你可以说这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效果,反正大家都不信。 甚至还有热心网友专门咨询过医生。 很多人做完龙鼻手术后都会在这个位置留下疤痕,尤其是做了包皮环切手术的人。 舞台上,王一博画着浓妆遮瑕,舞台灯光加美化,几乎看不出容貌的破绽。 但他想转型做演员。 没想到他一出现在电视上,动过脸的痕迹就这么明显。 王一博几乎每部作品都有观众追捧。 有匪波出时,他的鼻子就暴露出透光问题。 网友质疑他的鼻子是装了假体还是注射了玻尿酸之类的东西。 王一博平躺的时候,室内并没有受到强烈的阳光照射,他的鼻子还亮着光。 光的位置从山根一直蔓延到鼻子。 更重要的是,网友们发现,不仅是鼻子。 他的下巴也在不停地让人玩。 如果不用力,下巴会突出两个突起,仿佛皮下有两条线在拉扯。 可能与整容后遗症有关。 这两年,王一博的脸在影视剧中越来越肿很明显。 一部剧和一部电影长得一模一样,有时候你甚至都分不清他长什么样。 王一博真的不适合大一幕,弱点暴露无疑,脸僵硬到做不出微表情。 眼神呆滞无神,甚至还透着阴霾,不过偶像妆倒是合适为了他。 周深 自从参加《我是歌手》以来,周深一直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中。 各种综艺节目相继推出,无论是风格还是资源都增加了不少。 当然,人红是非多,宝藏男孩周深也引起了大众的热议。 走红以来,周深被大众吐槽的只有两件事,一是身高,二是长相。 身高就不用多说了,百度161的明显身高,人家也没有隐瞒。 与早先的照片相比,周深的容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以前的他有点黑,还有点秀,现在皮肤白皙,五官也紧致了许多。 主要原因是他的气质和衣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很多人都说红润养人,看来确实不错。 华晨宇 说到娱乐圈团队包装最成功的男星,就不能不提华晨宇。 华晨宇刚刚出道,就因为实力杀出重围,走在了观众面前。 刚出道的花花脸有点婴儿肥,有点幼稚,再加上大大的黑矿眼镜,真的很普通,不够时尚。 可能是因为形象太过普通,无法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。 他沉默了一会儿。直到他再次出现。 下格股似乎也略有不同,不整容一眼就能看出真伪。 不得不说,华晨宇的团队很会包装顶级明星。 在财貌双全的加持下,华晨宇的明星之路越走越顺。 直到2021年7月,一位自称是华晨宇女友的网友公开爆料。 蔡徐坤 蔡徐坤因参加同年4月6日参加真人秀《偶像练习生》而走红, 并在总决赛中获得最高票数。 以Nina Perkins9人男团C位身份出道。 这是真正的火灾开始的地方。 有多少关注,就有多少双眼睛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。 黑红也是一种营销方式。 目前最大的黑料就是团队、包装和整容。 让我们对比一下他出道前后的照片吧。 你应该对是否有任何差异有自己的判断。 曾经的大嘴巴和短下巴,如今变成了完美脸蛋的偶像男神。 蔡徐坤和他的前公司《一海文化》因为解约而僵持不下。 前公司公开了蔡徐坤作为练习生签订的培训合同。 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。 包括一些培训和整容相关费用的明细。 消息发布后,引起轩然大波。 至尊神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? 至尊神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?